主动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到握手 美国总统拜登在被称为三个好朋友 3 Amigos的北美元首峰会迎接真朋友 但似乎对三天前才见过面的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没这么友善 美国华盛顿邮报三天前就报道 拜登将宣布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 消息一直没被证实 而现在拜登亲口说出考虑中 难道拜习聊了三个半小时 双方都认为很坦诚的对话中 中国大陆都不知情吗 白宫发言人在强调当时两人没有聊到北京冬奥 而外交抵制意味着除了运动员之外 美方不会有任何外交人员出席奥运 大陆外交部又是怎么看 北京2022年冬奥会是世界各国奥运 冬奥运动员的舞台 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 而对习近平称拜登是老朋友一事 美国媒体穷追不舍 究竟是真友善还是陷阱题 白宫连日来都在拆弹 拜习会后余波荡漾 但是双方确实同意 两国打算对军备控制进行谈话 也是要避免双方的军备竞争走到临界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